大家好 欢迎收睇三分钟视频 我是孙运喜 今天点题是双冲对决 讲试试幅 今天试试反复偏好 早段是低开的 穿两万七千五百点之后 就立即爬回头 全日都保持着升幅 全日都能够有125点的进长 收两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点 成交就884亿 今天试试能够做好内隐股的工 包括这只建行 建行有1.2%的进长 跑完大市 以至中移动又发威 这段时间来不试都发威一下 今天就进长2% 更加厉害 只不过汇丰再跌1.3% 令到市升幅不能够漲大 只能够升82点多些 125点就收市了 好了 整个市形势 今天试试彈回百几点 成交就缩 那后市怎样看呢 如果从消息面来说 或者市场面来说 从两方面来说 怎样提过几个字 双重对决 双重对决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一个好淡争持着 角力着 究竟哪方赢呢 就看明天了 就会知道了 大概 第一重对决是什么呢 就是疫情的对决 疫情的发展 疫情的影响的对决 疫情的发展来说 算是正面的 原因呢 今天就有些新的数字 指向疫情向受控的方面 继续迈进的 什么数字呢 第一个呢 就是非湖北省的新增确诊人数呢 是连续15天下减少 新增确诊人数呢 一路一路减少 换言之呢 湖北省以外的疫情呢 明显就持续受控了 因为呢 15天不讲得笑 两点都已经成为一线已经成为趋势了 现在连续15天呢 出情下降 很明显疫情下降趋势呢 越来越明显了 这是第一个呢 就是正面的发展啦 另一个发展就是什么呢 就是新增确诊人数呢 是不够存余的人多 换言之呢 出院的人多过入院确诊的人 只是说呢 哇 形势呢 已经是医好的人更加多 这个也是 一个正面的发展来的 其实当年呢 SARS的时候都是这个 大家很关注的指标 要用内地的说法呢 这是重要的数据点来的 好好的人多过是感染的人 这个值得大家注意啦 这个疫情的发展呢 明显就是偏向正面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疫情的影响 大家越来越担心疫情的影响呢 这方面呢 就是朝向负面的那边走 但是现在市场呢 越说越多呢 疫情呢 接着的打击是怎样呢 譬如 我提到香港和中国的经济呢 大家都估计会受到影响的 譬如香港 现在估计呢 可能今年呢 就是全年了 雖然2020年都不是过了很久的日子 两个月左右的 但是预期呢 今年全年呢 香港经济可能继续负增长 如果是这样 即是2020年 连续两年了 那大件事呢 因为纪录以来呢 就很少地出现了 那另一个呢 就是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呢 都是觉得一般的 都是疫情的关系啊 譬如大摩呢 就预期呢 中国经济首季呢 就是增长了3.5% 这个数字 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之低啊 在受到这方面的预期的打击啦 既然人民币呢 都是持续弱势的啊 今天呢 都曾经穿过下7亿的水平啊 那无论如何 已经穿过 迫近呢 这个轨啊 这个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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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下降轨 那如果呢 通常呢 跌回转看呢 就叫上升轨 在考验低位的支持啊 那这个呢 是一般的的啊 那中港经济一般的啊 那么多多少少呢 令大家对全球的新型市场的看法都有一点负面的 所以呢 令到资金呢 涌向美元 令到美元指数 美匯指数呢 就维持在高位那里增持了 最新呢 去99.4 了 这个情况呢 既是反映大家对新型市场经济的担忧 与此同时呢 亦都多多少少呢 是会令到资金呢 由新型市场呢 起码不敢流去 以至呢 留回去发达国家 美国啊 那这个呢 这也是新型市场股市不利 包括中港股市呢 这个呢 就是疫情的影响 啊 就对着了啊 那么究竟现在市场 究竟是关注疫情的发展 朝向正面啊 还是 担心疫情的影响 负面 这两个对决究竟是谁胜谁虎呢 大家要留意着啊 第二个要说的对决呢 就是呢 银行股的对决了 明显了 今天呢 就是国际银行之汇丰呢 现在的走势呢 是弱的啊 那汇丰呢 就下错1.3% 一直估计呢 就已经拖累恒生指数呢 下跌33点了 不过与此同时呢 呢 内人的走势又帥哥 一顶回住了 譬如建行今天呢 就带动恒生指数升26点 至于加上呢呢 就公行11点 大致上呢 就已经是 顶住 汇丰的走势了啊 汇丰今天走势转弱 拖累恒生 恒之跌幅呢 已经被内人顶住了 那究竟这两类股份 明天会怎样呢呢 亦都是左右大致的走势了 那汇丰 先讲汇丰先吧 他重要的支持在哪里呢 就是这条上升轨 今天呢 很明显了 抵开 迫近这些上升轨 以至前浪底支持呢 就能够转回头 那当然可以用基本面的解释 就是大行呢 就对汇丰 未来这个架构重组呢 看法呢 就普遍是正面 多数看都觉得是好的 对盈利 长远来说是好的 当然大摩就觉得一般的 但是普遍觉得好的 所以呢 就令他反弹 可以这样看 技术看法呢 就是考验 上升轨 以至前浪底支持呢 就反弹 所以未来 明天 哇 汇丰 能不能够再多人在前浪底之前呢 或者上升轨之前呢 就是关键 守到呢 就初步短期可能呢 就见了短期底 就有机会反弹先 就有利恒生指数上升 如果反之 穿了呢 就会投行 至于 内隐股 就看什么呢 内隐股呢 一方面可以 以健康来看 既可看的 6.6这个位置 6个位置 这些是连续试了两次的 前浪顶的阻力 迫近6.6这个位置 都穿不到这个短线的阻力 可以穿不穿到呢 就是关键之一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 明天市场预期 人行会调低 LPR LPR 调低10个基点 或者15个基点 如果呢 预期调低 市场会出现 趁好消息出货 大家要关注着 总的来说 如果破到6.6 就离好了 反之呢 如果50天线呢 这段时间都避免守住 如果破回去呢 就会有点头痕了 只行伸只做自己本身 关键呢 就是50天线 和18天线 昨日明显跌穿了50天线 今天试图升穿去 但是不成功 阴阳触图虽然呈现一个好有反攻态势 但是呢 都未正式转好 起码破50天线才能够转好 如果破不到呢 就麻烦了 上升列口支持 27300 底部大概 以至100天线 27100左右 就是未来的 两级重要支持 大家可以留意着 好了 时间关系 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